大家好,要武统台湾了 之前我们在唐山港进行两个月的超长实战设计 我说一个是拱卫京师,二一个有可能就是要武统台湾了 后来我们在东海,包括南海,以及在中印边境,包括西藏军区等等 进行了很多的军事演习 应该说今年解放军的军事调动是非常的频繁的 马上东部战区要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了 东部战区的发言人张春辉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种多方向成体系的出动兵力 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织实弹化演练 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近年来,个别大国在涉台问题上消极动向不断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 严重威胁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战区部队组织巡逻和训练活动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 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挥击一切制造台独 分裂国家的挑衅行为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等等等吧 那我再读一下环球日报的报道 环球日报表示呢 这条消息包含着三个罕见 首先公布信息中透露此次演习区域是台湾海峡及其南北两端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最南边最北边都进行军事演习 那就等于在台湾的西部 也就是大陆的东部 把整个台湾包了起来 进行了一个半包围式的演习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建置于公开报道中的描述 其次解放军一直致力于提升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 因此多军种成体系出动兵力是常态 但此次演习中特意提及 多方向含义深刻 多方向含义深刻 那就说是要武力统一台湾的话 对吧 未必是一点出兵或者是一点打击 而是多点出兵多点打击 昨天看环宇全世界还讲了 什么台湾东部 那有可能不是仅仅是东部 多个方向 至于是哪个方向吗 我们就不清楚了 这是军事秘密 兵者鬼道也 第三呢 一般来讲解放军发布演讯信息时 和地区局势直接挂钩的情况非常罕见 但这次发言人直截了当的造破了演习的目的 毫无避讳 是对台独势力的警告前所未有的 昨天欢迎全世界 包括那个美国共和党 那个Russ 罗斯 对吧 也说了 解放军前不久 在南海地方的表态也是非常强硬的 意味是非常深长